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陽光回背著它 像春微風 讓天空再晴朗 指尖閃爍微光 那是希望 衬托生命的堅強 不曾動搖信仰 守護你是唯一的願望 堅持心的方向 舊死負傷 負盡擔 請握住你的雙手 像溫暖你的胸膛 歲月綿長 時光傾膛 還有愛在你身旁 懷抱住你的肩膀 想平伏你受的傷 看到你的微笑模樣 是眼中最美的奇象 她現在呢已經沒什麼問題了 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然後你們一定要注意她的飲食 要清淡一點 好 然後不要讓她 有距離的運動 知道嗎 然後那個 那個藥啊 就按時代的去吃 對 一會兒去那邊那個藥房 去開藥去啊 好吧 放心啊 沒事的 好 在那邊 藥房 謝謝啊 貴女啊 阿姨 我小妹妹你 你這裡有沒有一個 叫當真妮的 有啊 您認識當真妮 她是那貴女啊 阿姨 您弄錯了吧 你知道真妮是從哪來的嗎 美國呀 那那您知道 她她為什麼姓黨嗎 國兒院的黑子嗎 哪裡都姓孤 女的都姓當 阿姨啊 這國兒院的孩子 為什麼去國兒院啊 因為沒爹沒媽呀 黨真妮為什麼去美國 因為美國有人收養她呀 所以她在美國有爹有媽 在中國沒爹沒媽呀 難是生她的嗎 阿姨 您說您生了她 那您為什麼要把她 送國兒院去啊 你 我說錯了嗎 少說了一個 不可您說了 您沒趕緊把 擋著你來給我找出來 您好 我就是擋著你 請問您找我有什麼事嗎 您也是擋著你 我是擋著你 怎麼了 閨女 那是您媽呀 您不是在網站上 等著有座媽媽嗎 您還看到了 世界國兒院的名字 都堆上了呀 那是您媽呀 閨女 閨女 當然 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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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終於找出你了 閨女 想剛ium了 閨女 閨女 那閨女 閨女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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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对不住你啊 闺女 妈妈 我可健康了 我可好了 闺女 我闺女 我可健康了 我可健康了 小熊 你看见姜主任了吗 没看到了 找我啊 姜主任 那个核准人在手术呢 你能跟我去看一眼 实习床的患者吗 有问题 走 患者二三岁 既往有假抗 油发防患的病史 前一天骑摩托车被撞了 左腿开放性骨折皮破裂 核准人做了皮摘除手术 恢复一切都很正常 但是今天突然左下指肿胀 皮温高低软 那六个一条腿呢 六个一条腿不肿 皮温也正常 走 就在中间那个 你们好 慢点 我看一下啊 这么看 应该是静脉血栓啊 你们不用担心 主要是因为患者 这术后长期卧床 下肢经脉会流不畅到成 刘凯 你去给她约一个下肢经脉不畅 好 如果我的诊断正确的话 这些药就给她用上了 来 一会儿我会让护士过来将你 如何抬高换肢 如何做护理好吗 太好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我开始疼了 红月 对 肚子疼是吗 是刺痛啊 还是痙攣啊 还是胃胀的疼 我也说不出来 反正就是肚子疼 不舒服 来 我看一下 不过 不过这活儿好点了 就一阵一阵的对吗 对 对 再观察一下 她有任何情能过来照顾 谢谢啊 谢谢啊 大夫 她怎么样了 手术很顺利 但手术过程中出血还是很多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一会儿她会从这儿推出来 直接送到新外科的社医院 继续观察 你们在这儿等会儿吧 谢谢大夫 谢谢您 您告诉我 您丈夫是怎么受的伤吗 不方便说了就算了 我 大夫 其实是我误伤的 我们两个吵架 我拿刀子威胁他说我要自杀 他一抢刀子就 刀子是随便玩的吗 我咋也不会了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 回头你跟警察好好解释吧 好的 我知道了 行 那点照顾吧 行 那点照顾吧 什么病史 我老伴儿有糖尿病 上周突然肚子疼 然后就是发高烧 总打冷战 我们把他送到当地医院急诊科 医生转带说他是肝脓肿 我老伴儿一直吃糖尿病 没听说有肝脓肿 没有肝病啊 乔大夫 他是从外院ICU转过来的 送财收事 好 这检查结果跟你们当地是一样的 乔大夫 陆主任 当地医院诊断没有错 铜症酸中毒肝脓肿 大夫 我老伴儿就有糖尿病 没有肝病啊 肝脓肿多数原因 都是血糖控制不好 他糖尿病多少年了 大概有十五年了 平时用什么药啊 打胰岛素吗 这个 这血糖都二十了 可是他平时 测出来的数值跟这差不多 也没见他怎么着啊 平时控制饮食吗 不控制 大夫不让吃的东西他愣吃 大鱼大肉 也那么玩命的招呼 入院一周了 嗯 在当地医院治了治 也没给治好 这肝脓肉液化不好 不能穿瓷引流 他一定是反复发烧 大夫 我怎么觉得你们医院 就想着多挣钱呢 你看啊 检查这个 检查那个 这么治 那么治 治了半天也没治好 他就糖尿病 打一针胰岛素 就完事了 哎 我上网查了啊 打胰岛素啊 是最好的治疗方法 我跟我们那儿 当地医院的大夫 我也告诉他了 可是他不听我的呀 还给送到那个叫 哦 ICU 那谁住得起啊 索性啊 不在那看了 我就把他拉到这儿来了 大夫 求求你们了 求求你们了 赶紧给他打胰岛素吧 我求求你们了 还上网查 上完网了 就来赶跟我们医生叫板啊 你这么懂 他怎么能病到这程度啊 为什么不早用胰岛素啊 他这样完全就是自己作的 为什么不早听大夫的 饮食注意 用胰岛素控制血糖 我告诉你啊 就他这样 进ICU一个礼拜 能活着说来就不错了 人家当地医院治疗得非常正确 你还别不服气 那么能 要不你抬回家自己治去 主任 怎么着 抬回去自己治啊 还是留下来我们治啊 那这儿你们治吧 求求你谢谢你了 护士 能让这位送EICU 好 你看看 你老伴血压高的 刘主任 那个糖尿病患者已经送EICU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生了病啊 上马虾肠 多容易上当受骗啊 问题是他们真信 我们去接点水吧 姐 你来了 妈 妈怎么这么好吃啊 做手术了得补补 这个补钙的 好好好 怎么样 好点吗 腿肿啊 肚子也疼 问大夫了吗 大夫刚来过 说什么 血栓 不可能 小妍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血栓呢 那个大夫说了 说是因为那个 长期卧床导致的 胡说八道 这些住院几天 卧床几天呀 骨折的人多了 没听说 哪个都有血栓的 哪个大夫说的 反正不是上次来那个 这回这大夫挺年轻的 是个女的 肯定是实习的 那个超生检查结果出来了 左下肢静脉血栓 你看 不可能 我外生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得血栓呢 超生检查不会错的 江主任判断也是对的 江主任 哪个江主任 江主任 就是刚才来的那女大夫呀 哎 你们可别拿一个实习的医生 来糊弄我们啊 怎么可能呢 我们也不敢啊 再说人江主任 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 等等等等 别跟我说这个 什么美国回来的英国回来的 在国外混几年 回来就说自己是留学生 这种人我见多了 什么业绩大学出来的 也该冒充海归 能别那么说话吗 学医的跟学别的 可不一样 我们学医的含糊不得的 知道含糊不得 那还糊弄我们 我们小颜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吃血栓呢 反正检查上结果出来了 就是 那时候我根据江主任说的 先给你用抗凝药 对 这个换支药就保持这个高度 知道了吗 不许按摩也不许挤压 好吧 知道了 谢谢 知道了 知道了 不行 又疼了 大夫 来来来 我看 按牙疼吗 压着不疼 很软啊 那个什么 这样吧 我给你通知江主任 好 好 好 谢谢大夫 你也是吗 大夫 我 我怎么觉得 这手术没给做好啊 姐 你别吓我 何主任 您下台了 那个十七号患者 又出问题了 几床 十七床 还是浮痛是吗 对 而且您的判断很正确 它就是静外血栓 你去看我了 你刚在台上 然后我就去看了看 那个 您二位还是去看看吧 患者腹部很软 也没有压痛 但是就是喊着肚子疼 而且那个家属啊 特别阴阳怪气 我有点消化不了 好 好吧 那现在先给他送道别 怎么了 头发 一阵一阵的 刚才发 特别疼 现在还好点 压着头 没有 不行 就这儿 就这儿又开始疼了 对对对对 又开始疼了 我说大夫 你们这是不是手术没给做完 骗我们说成功 什么时候开始疼的 疼了几次了 昨天晚上开始疼的 昨天晚上吧 疼得没那么严重 就那么一点点痛 所以我就没当回事 还有就是你刚才来的时候 疼得比昨天晚上厉害 不过今天这回最厉害 排气排便呢 昨天之前都正常 就昨天疼过之后吧 排便没排过 排气排了一次 是 发烧吗 低烧三十七度五 不是 并有假抗 或假抗激发性的防颤 照这么看 应该是长气膜 血管涮塞 我也这么认为 不看 马上联系一个长气膜 上动脉的CTA 好 我说大夫 我们小颜之前可是好好的 就是出了车祸 撞坏了皮 撞断了腿 这皮你们也给切了 腿骨头也接上了 这病怎么越治越多呀 之前这女大夫说是血栓 您现在又说是肠子有问题 大夫 你们赚钱 也没这么个赚法吧 你们在别人身上也赚一点 别在我们小颜一个人身上勒索呀 你们 怎么说话呢 她皮脏切除 骨折手术做完 如果没有新的症状出现 不就等着出院了吗 然后是她发现 患者家属 你自己来看看 双下肢不对称肿胀 所以我判断是血栓 片子出来了 你们也都看了 静脉血栓 然后她喊着肚子疼 我跟何主任才判断说是 肠气膜血管栓塞 没有症状我们用跑来吗 我没事嫌她没病 我故意给安个兵啊 小姑娘 真是伶牙俐齿的 别以为你是哪个 外国野鸡大学毕业出来的 竟能在这糊弄我们 老娘我也不是吃素的 不可理喻 你们这些人哪 没一个好东西 都是为了钱 这医院就不能进来 一进来 不折腾你一遍 他就不让你出去 什么玩意啊简直是 这家属太自以为师了 没错 自以为师的大夫 奉上自以为师的家属 确实保证 我自以为是 患者家属不说了吗 你这野鸡大学毕业的 还那么骄傲 还不自以为是 我要是野鸡大学的 你就是野鸭大学的 刘准 说得太难听了 那就是咱俩都 选错工作了 应该去夜店陪酒去 就你这掌强 去夜店也是倒打去 那地方你行 早上 还能够 咱俩 说得很大 你从那是 我已经都知道了 你是我亲生母亲 而且我还知道 你尽量偷偷去看我 我能感觉到 你为什么不进来 是不敢认我吗 好 那我来认你 妈妈 你早该来的 等了你好久 我会做你的妈妈 这些事情都不怪你 早该来的 我怕你会恨我 怎么会呢 你坏了我 输了我 一定吃了不少苦 这些年我不在你身边 你一定也很想我 我每天都想 每时每刻都在想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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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天要好好休息 别到处乱跑 要进行我随你之前的化粮量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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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不想因为 你要救我 伤了自己的身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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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 明明没事的 我是医生 知道怎么做最好 不要胡思乱想 化疗一段时间 就要把你转到无菌病房了 让我信心 好 嗯 嗯 从肆体结果来看 病人确实是肠细膜 上动脉的血管栓塞 这种疾病来势很急 而且正常不联系 现在当务之急 病人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要解除栓塞 不然的话 小肠大面具坏思 病人会非常危险 没有 这又要手术啊 说得还那么吓人 这我们要是不手术的话 是不是就会死 小肠大面具坏死了 直接威胁生命 那怎么办 那那管快手术啊 等等等等 哪那么容易就死了呀 我说大夫啊 这刚才还说是静脉栓塞呢 怎么突然又动脉栓塞了 你们到底搞清楚没搞清楚啊 我怎么听着你们像是胡说呢 刚才说的是因为她长期卧床 引起的下肢静脉血栓 现在她肚子疼 是因为肠细膜动脉血栓 病因和病情完全不一样 这根本就是两个疾病 那你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小颜 这个静脉动脉她全都栓塞了呗 是的 那你说她怎么这么倒霉呢 不就出了个车祸吗 结果现在动脉静脉全都栓塞了 这个动脉堵住了 是不是就是躺着的原因啊 不是 我们考虑 是因为病人防膳引起的涮子脱落 先不讨论这些了 病人现在需要马上手术 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你们家属尽快商量着 如果放弃手术 耽误了抢救 就让你们负责了 你别听他们的 就是吓唬咱们呢 就是为了多骗钱 姐 我怎么觉得大夫说的有道理呢 有什么道理啊有道理 你懂什么呀 他们说的你听得懂吗 他们净说一些咱们听不明白的话 多骗咱们钱呢 什么一会儿静脉了 一会儿动脉了 不行 不行又来了 又疼了 又疼了 小妍 姨妈你看看小妍 疼得这么突然 这看着像个疾病啊 小妍 你别吓妈呀 姐 你快拿个主意呀姐 张主任在呢 小主任 恭喜啊 恭喜 谢谢你们 哎呀我现在觉得 我的活儿算是回来了 小妍说你一个医生啊 还相信鬼神啊 哎 行尸走肉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不懂 对对对对对 不走不走什么都不懂 看在你今天心情特别好的份上 就不跟你吵架了 省得坏了不记忆去 你反正也吵不过我 对 何准 这家属怎么还没来找我们啊 她跟姨妈且商量了 怎么了 不同意手术啊 怕我们骗他们钱 这家属真有意思 手术费治疗费 又不落在医生口袋里 自己不懂吧 还不相信医生 而且这患者真的很危险 赶紧劝劝吧 要换别的患者啊 我早就劝了 这个呀太危险了 她这家属啊 咱要出任何问题 肯定得把咱吃了 可患者的命要紧啊 人家家属都不着急 咱们急什么呀 大夫大夫大夫 大夫 我老公疼得不行了 早跟你们说过 病人需要马上手术啊 我姨妈已经同意手术了 我来签字 行啊 赶紧联系手术室 好 你跟我来 郭主任 我跟你快张胆 好啊 手术时间 十六点四十五 我说你们抓住那个肇事的没有啊 这都多长时间了 你们也太不像话了吧 这满马路上那都是摄像头啊 我说你们抓那个违章罚款的 你怎么一抓一个准呢 认得简直是 姐 你别生气了 你先回去休息休息吧 我跟小英在这儿就可以了 这手术没做完呢 怎么可能放心呢 还是待会儿吧 等做完了咱们一块儿走了 那你到那儿坐休息一会儿 坐好 走吧 你坐 来 准备取出缺杀 准备取出缺杀 雪上一举出 看雪均了 就这一米多还可以了 和这儿 剩下的五米肠管 很有可能因为缺血而坏死 行不行 这检查肠管功能 看看有没有活儿 温盐水沙漠 还是不理解吗 再观察一会儿 病人现在血压低 防禅加重 已经精良修正了 但是随时可能出现问题 何主任 我们需要尽快接受手术 切吧 早点接受手术 等等 剩余小肠最多也就一米 术后患者短长综合症 生活质量太差了 他还这么年轻 目前场馆的状况 根据我的经验 成活的概率很低 如果一旦存活了呢 那患者的生活质量 就会截然不同 他才二十三岁 如果术后造成大面积坏死 中度感染 需要重新手术切除 这样对患者 会增加他的风险 还有痛苦 患者家属你也见识吧 真要出了事 我们家医生都不要做 何主任 我觉得值得一试 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 不过也就是今天 切除了的结果 不一样 如果注定是要切除 那么这一次手术 就能完成 给患者的痛苦 还有医药费 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关键是 如果发生严重感染 会有生命危险 你说的都是 场馆无法保存的情况下 如果他能保留呢 两位主任别吵了 患者不能再等了 不切了 准备冲洗副箱 知识管 文科 那您一出问题能办 我负责 周任 周任 我儿子怎么样 手术中观察 确实是肠细膜 上动脉的血管栓塞 而且栓塞的位置很高 所以造成了大面积的小肠 缺血性改变 我们去除血栓以后呢 想观察一下 这段肠管的颜色变化 再来决定是否切除 但手术中患者的状态 不是很好 需要我们马上结束手术 那 那是切了吗 如果我们切除这段小肠 患者只剩下一米的小肠 实在太短了 那他营养也会很难吸收 术后会有严重的营养不良 还会持续消瘦 生活质量会非常差 所以我们没有切除 俯枪关闭前 我们观察这段肠管的颜色 不是特别好 所以很可能 会引起疏后的肠怀死 我怎么听不明白啊 这手术到底是做好了 还是没做好啊 大夫啊 你们刚才说了这么多 就是没告诉我们 你们这手术成功吗 我外甥他那个 他到底好了还是没好啊 阶段性的手术很成功 但是由于患者病情复杂 术后是不是会发生肠坏死 或者感染 都不好说 什么意思啊 不好说什么意思啊 之前是你们说的 不手术就会死人的 所以我们才来手术的呀 现在手术做完了 你们又说不好说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你们这个 手术没做成功 然后你们推卸责任呢 这样有什么问题 我来给你们解释好吗 何主任 你先去休息一下吧 怎么走了呢 跑了何尝你跑不了了 他没有跑 手术很成功 他为什么要跑啊 这一台手术做下来 他不会累吗 你们有什么问题 问我 我来给你们解释好吗 行 那你跟我们解释 这个手术到底成功 还是没成功 我外甥的病 到底好了还是没好 那你们听仔细 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好吗 手术很成功 从技术角度 没有任何问题 既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为什么又是 感染了又是坏死了 什么意思啊 诊断是正确的 患者的确得了 肠细磨上动脉血管栓塞 遗憾的是 栓塞的位置很高 就导致了大面积的 小肠缺血性改变 这一部分 你们听懂了吧 这个我应该是听明白了 就是是血栓导致的 那段小肠坏掉了 对吗 差不多 取出血栓之后 我们发现小肠 有大面积的缺血性改变 所以我们就要决定 是否要切除这段小肠 有两种选择 切与不切 切了 患者安全 术后不会发生 大面积的小肠坏死 但是小肠只剩下一米 你们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也就是说 术后患者吃什么拉什么 营养根本无法吸收 身体刹那是一定的 这部分你们听懂了吗 啊 您呢 懂了 你先说吧 那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暂时保留 看它的变化 如果变好了 它会跟我们一样 可如果变坏了 很有可能发生大面积的小肠坏死 激发致命性的感染 那我们就还要再做一次手术 把坏死的肠管切掉 回到第一种情况 大夫 那中间你们为什么不能 出来咨询一下我们的意见呢 根本来不及 患者有防颤室 血压非常不稳定 如果我们出来跟你们商量 它一定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做决定 当然 我需要跟你们交代一下 何主任主张切除 这样术后患者是安全的 我主张保留 如果出现任何问题 责任在我 请你们不要为难合作 这下我听明白了 你是为了我家小颜 以后的生活着想 现在有希望 就赌一把 将来要是不行了 再切掉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 那你们也不能保证 就烦钱不可能坏死啊 谁都不能保证 可最坏的结果 就是切除这段肠冠 可如果切除了 她的身体会非常的差 你怎么样了 没事 挺好的 那患者家属解释清楚了 解释清楚了 患者的妈妈还有妻子 算是懂事的 你真没事了对吧 真的没事 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江主任 我知道你是为患者着想 但有些时候 不能太理想主义了 经验和判断也很重要 是 我的经验没有你丰富 但是也不能说 我的判断就一定不准确 但愿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但愿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下班呢 赶紧回去休息吧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约了刘主任喝酒 那两女人在一块能有什么好事 刘主任下班了 下班啊 老婆 走 喝两杯去 今儿不行 今儿一天两台大手术 这会儿腿都是拉你的 喂 正找你呢 张立方那案子你签字了 你不是也签了吗 梅律师来找我 说专家委员会 所有的人都签了 就差我一个 所以我就签了呗 你看看吧 你们这些专家 全部都推翻了之前的结论 在这个同意书上 只欠你一个人的签名 难道你不知道 是要这张立方死亡结论的补充意见 当时他来找我签字 我就问他你签没签 他说你签了 我一想你都签了 我也签呗 那你就没问他要看一看 我签过字的补充文件 没这笔药吧 这不是不相信人大律师吗 再说了 他还是你前妻呢 张立方的死亡 本来就是个格案 他的病情我很了解 病得很重 药也用了 只是出现不良反应 早死了两个月 咱们出个补充意见 病人家属也能多拿些钱 灰味的新药也能快点出来 可能你还不知道 这种药的疗效报道非常正量 我很多的病人都在等着用 刚才那手术顺利吗 手术没关系 但在处置方向上 我们跟何准有些分析 不过我最终说服了他 你能说服何减一 不容易 以前我俩有分歧的时候 绝对都得听他了 那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应该骄傲一下 来 为了我的骄傲 干一个 你这么说 岂不是显得我很失败 我这酒怎么喝啊 那就为了你的失败干杯 你这人 真的就是不招人喜欢啊 我也不是为了招谁的喜欢而活着 这话倒是挺招人喜欢的 那就为招人喜欢 还有不招人喜欢的 还有不招人喜欢的 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因为我跟你年轻的时候有点像 我猜对了吧 我现在是什么样啊 你现在当医生挺成功的 但作为女人嘛 我做女人怎么了 我做女人怎么了 都不会撒娇 还真不会 但我也改不了啊 以后你可千万别像我这样啊 我觉得你人挺好的 不像我们看上去那么怪 你肯定经历了什么糟心的事 别骗我吧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 术后静咬的问题 别下地 多躺着 做了这么大的手术 你还不好好休息 这是我们常常能听到病人家属 跟病人说的话 但是真的术后躺着就好吗 其实恰恰相反 我们鼓励的是病人只要能下地的情况下 尽量的多下地活动 因为术后卧床 不敢下地 不敢活动 甚至因为害怕伤口疼痛 而不敢用力咳嗽 这些都是常见的错误行为 因为这些错误行为 而导致的术后并发症 也不计其数 比如说下肢静脉血栓 肺栓塞 肠梗阻 坠积性肺炎 肺不张等等 都是因为静养而造成的 因此术后的病人 只要在医生的允许下 尽可能的早下地多活动 一定是对术后恢复极其有好处的 你了解了吗 缘一位人生故事平淡 谁知转眼放云图片 昨天已成为过烟云烟 明天为何如此遥远 愿意为人生路途遥远 谁知尽头已在眼前 谁知尽头已在眼前 恩怨情愁就此了断 生死离别不忍说再见 今天 今天的分分秒秒秒秒都是对生命最严苦的考验 今天的相依相伴都是对生命最深情的眷恋 用爱的名义 用爱的名义发一个誓言 用不放弃爱的信念 用爱的名义发一个誓言 用不放弃爱的信念 用不放弃爱的信念 用爱的名义发一个誓言 永不放弃生命的尊严